嗨,大家好,我是大兄 今天我们来聊一本被禁止了千年的禁书《鬼谷子》 这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一本古书 有人认为它是噩梦,是魔鬼,是洪水猛兽 而有人认为它是一本充满了无限的智慧 是一本可以将一个普通人变成圣人的神书 这本书到底有多厉害呢 在《鬼谷子》第一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白河之道可以睡人,可以睡家,可以睡国,可以睡天下》 这个《白河之道》就是《鬼谷子》谋略了一种方法 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讲 而《鬼谷子》就说,如果你掌握了《白河之道》 你不仅可以说服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而且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靠着一张嘴说服整个天下 居然敢说出如此狂妄的话 难道《鬼谷子》真的有这么厉害的道法吗? 其实《鬼谷子》这本书的威力 早在我们语文课本当中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但是大多数人基本上都已经忽略了他 在《三字经》当中那位记载的 即使要头悬梁追刺骨也必须要看书的书情 那么他当时看的并不是别的书 正是这本《鬼谷子》 为什么他要如此自虐的看一本书呢? 那么大多数时候人们本能认为 只是这个书情他爱学习有上进心而已 所以说他这么用功 但是有人却认为这背后真正的原因 或许不只是爱好和上进心而已 他真正的重点是《鬼谷子》这本书的内容 因为他真的是太神奇 太充满了智慧了 那么书情被这本书的内容深深的吸引住了 他不想浪费时间睡觉 他只想尽快彻底的读懂这本书的内容 因为他知道这本书的知识 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可以让他从一个普通人 变成一位真正的成功人士 而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 他彻底领悟这本书之后 真正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本来是一无所有的穷学生 后来居然凭借着《鬼谷子》这本书当中的知识 只用一张嘴就说服了六位诸侯国的君主 让六国联合起来对付强大的秦国 而书情这个本来是一无所有的穷学生 居然同时当上了六国的丞相 一人号令六国 让秦国十几年不敢出韩国关 大家注意了 这个不是虚构的故事 这是真人真事 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呢 想想看如果说现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普通人突然冒出来 他联合的世界上一堆经常被欺负的小国 然后让他们联合起来 平等的和强大的美国对抗 让美国缩手缩脚十几年 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人 你会怎么看待《鬼谷子》这本书呢 那你可以先暂时不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把时间和身份换一下 如果说你是一位2000年前的皇帝 你好不容易得到了天下了 你又会如何看待《鬼谷子》这本书 你又会怎么处置这本书呢 给你两个选择 A 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 太神奇了 我要让天下百姓人手一份 B 这本书简直就是恶梦 是魔鬼 是洪水猛兽 如果说随便一个人看懂了这本书 就能够对我的江山指手画脚 那我还怎么当皇帝呢 这样的书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其他人还是别看了吧 其实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在大约公元前100年 汉武帝流车就开始将《鬼谷子》列为禁书 直到1500多年之后 明英中正统9年也就是公元1445年 才有人公开的把《鬼谷子》 收录到了道常泰玄部当中 而且还不敢留注释者的姓名 《鬼谷子》到底讲了什么呢 被禁止1500多年之后 为何这些连注释者的姓名都不敢留呢 其实《鬼谷子》就像其他的禁书一样 越是被禁止越是有人想看到他 历史上一直以来有很多文人 默克政治家都悄悄地在诗底下研究他 但是很多人在读完他之后 对他的评价非常的差 说他哪里是什么大智慧 其实就是在教大家一些 邪恶的下山岸的不入流的阴招而已 那么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其实在《鬼谷子》当中有三句话 它将告诉你一个真正被隐藏的真相 如果说你是一个一直觉得 被老天不公平对待的老实人 那么这个答案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在《鬼谷子》第九章全篇 开篇第一句话就说了 遂者遂之也 遂之者知之也 誓言者假之也 那么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游遂者就是指游遂对方 既然你要游遂对方 那肯定叫说有利于对方的话 就要用花言巧语来修饰自己的言词 以此来打动对方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群儒家弟子看到这句话 他们是有什么反应 这不就是名目张胆的教人 用花言巧语来坑人吗 而且除了这句话 书里面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句子 难怪这些文人默克 要说鬼谷子是些下山岸的招数了 而且不光是这些文人默克 包括我们现在接受的教育也都是 人之初 性本善这样的概念 你肯定会疑问了 我们真的该学习这些下山岸的手段吗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来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两句话 在鬼谷子第九章全篇当中 有这么一段话说 故戒虫之汉者必以坚后 士虫之洞必以毒事 故禽兽之用其长 而痰者一知其用而有用也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甲虫防卫都知道用它坚硬的甲壳 而毒虫行动一定也是用它有毒的毒事 连禽兽都知道用自己的长处 何况是人啊 你空有智慧不用 难道只等着别人用这些方法来对护你吗 那么第九章全篇当中还有这么一句话 故先王之道因言之有缘 天地之化再高再深 圣人之之道再隐于利 非读忠信仁义也忠正而已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古代的先王在推行谋略时候 其实也都是在用隐秘而阴暗的手段 故意说天地的造化都在于高远与深邃 即使是圣人在置地谋略的时候 他们也讲究隐秘和常力 他们也并不是只单纯的讲着忠信仁义 这些表面上看着高尚的东西 即使是圣人 他们也只是在维护那些不偏不倚的正道而已 这才是上万年来古人真正的智慧 什么是维护不偏不倚的正道 那么这个世界就像太极图是一样的 有善也有恶 有光明也有黑暗 所以说真正的圣人不只是代表光明 真正的圣人是在维护阴阳善恶的平衡 是要维护那些不偏不倚的正道 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 但是可惜的是从古至今 我们在书本上能够学习到的 家长老师口中教育的 往往都只有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概念 对于世间的险恶阴暗 一般情况下 他们是不愿意讲的 也是担心我们学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那这个就让很多人只知道阳不知道阴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书呆子产生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长大后心里矛盾的地方 为什么自己专一纯情 心爱的人却选择了一个只会甜言蜜语 朝山暮事的人 为什么自己那么听话 老实本分 兢兢业业 可是在工作当中 却总不如那些溜须拍马的同事 比如三国时期 杨修和司马懿都是曹操手底下非常厉害的模式 但是司马懿然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非常的实下 都把功劳记在曹操的身上 而杨修完全相反 他狂妄之大功高盖主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杨修招来了杀身之祸 而司马懿晚年则发动了高平宁之变 不但夺取了朝魏的政权 而且他的孙子司马懿还建立起了晋王朝 最后三国归进一统天下 那么有人说司马懿脑尖俱滑 但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他也就是运用了不偏不倚的正道 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有善也有恶 不能够只偏偏地认为 人之书性本善 或者说人之书性本恶 你要做到的是善恶平衡 这个就是道教当中的阴阳论 所以说脑子说 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复因而抱扬 充气以为和 意思就是说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然后道产生了原始的混沌之气 接着混沌之气再产生了阴阳二气 阴阳二气又产生了中和之气 最后阴阳二气再加上和气 就产生了万物 所以说万物都有阴阳二气 但是很多人认为 阴阳这个东西听上去有点像迷信 不是科学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是一个一万年前的远古人类 那你不会写字 甚至你不会语言 但是你却清楚的发现 万事万物 比如说一个石头 一棵树 你狩猎的野猪 所有这些东西 在不同的时期 在不同的地点 它们都可能会变大变小 又或者是变好 或者是变坏 所有的事情 好像都有两面性 而且它们的变化 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于是古人经过上千年 上万年的经验 它们好不容易才总结出 万事万物 都有阴阳变化的规律 而《鬼骨子》这本书 就是要教你如何通过阴阳的变化 睡人 睡家 睡天下 《鬼骨子》一共是有十四篇 但是后面两篇已经失传了 那么《鬼骨子》里面 到底写了什么秘密呢 一个视频 肯定不能够把这本神书全部讲透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章 《掰核》 什么叫掰核呢 掰的字面意思就是 开 核就是关 好比说有一扇门 你把它打开 就是掰 你把它关上来 就是核 如果说你是一个说客 你在与人交谈的时候 你肯定会用一些计谋套取对方的话 让对方把真实目的和计谋暴露出来 这个就是掰 相当于你掰开了他的心门 当然 你知道用计谋去套别人的话 但是别人肯定也会想办法套你的话 那在别人套你的话的时候 你就闭口不谈 严守自己的秘密 这个就是核 相当于你闭上了你自己的心门 而且你不光是可以掰别人 也可以和别人 比如说你想说服你老婆 不去买了一个一万块钱的包 那你关上了他买包的这个念头 也就是合上了他的心门 所以说掰核在不同的情况下来 可以灵活的运用 其实掰核就正好对应了前面所说的阴阳 掰就是开就是阳 是开始行动等等 核就是关上 是阴 是让人停止行动 事物的阴阳它是不断的变化的 所以说你可以掰也可以和 所以说书中说 掰核者以变动阴阳 适时开辟 以化万物 纵横反出 反复反武 必有此矣 意思就是说掰核之道 可以使阴阳发生转变 从而使四季 循返往复 由此可在 万物纵横变化 无论是离开 规复反抗 都离不开掰核之道 那么既然掰核之道这么厉害 那到底什么时候掰 什么时候核 又怎么掰核呢 那么鬼故事说 小伙子 你太着急了 这两个问题 那是后话 在掰核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 更为重要 所以说有一句是说 事故圣人 一手施其门户 审查其所先后 杜权量能 叫其技巧短长 那么意思就是说 圣人始终 就要把握事物变化的 关键所在 那在做谋划之前 一定要提前 度量对方的智谋 测量对方的能力 再想办法用自己的长处 去攻击对方的短处 那么具体怎么测量对方呢 鬼故事又说了 肤闲 不孝 自愚 勇 窃 仁义 有差 乃可掰 乃可合 也就是说 每个人的聪明才智 勇意 义气等等 各不相同 你必须要先摸清楚 对方的这些秉性 才知道 是该掰还是该合 但是鬼故事 来想的都很周到 人都是有欺骗性的 这些秉性我是可以装出来的 所以说鬼故事说 审定有无 与其虚实 随其事欲 以见其自义 意思就是说 你还要通过对方 平常的嗜好 欲望 来审定他的虚实 以此来分析 他真正的志向和意愿 那么问题又来了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来判断对方的虚实呢 于是又有了下一句 威排其言 而掰反之 以求其实 贵得其之 意思就是说 你就故意适当的反驳 或者是贬低 质疑对方所说的话 那他自然就开始要反驳你 那在这个反驳的过程当中 对方的真实意图计划 很有可能就流露出来了 另外你也可以说 或开而视之 或何而必之 开而视之者同其情也 何而必之者一其成也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这么做 偶尔来你可以开诚不公 但是你要记住了 你这么做 是为了进一步得到对方的信任 又或者是闭口不谈 仔细聆听对方 目的就是辨别对方的诚意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关键的关键 还是在下面这两句 可与不可 审明其计谋 以缘其同意 离合有手 先从其志 既于掰之 贵周 既于何之 贵密 周密之贵微 而与道相追 那么意思就是说 谋划到底可行或者不口行 关键就是要看你能不能看透对方的计划 和自己的计划到底有什么意同 然后不管对方的计划 意愿和你自己的有什么差距 你都必须要等待适当的时机 另外最关键的关键就是 一 行动之前就要有周全的计划 等待的时候 就必须要严守自己的秘密 所以说周全和隐秘才是最重要的 就好像看不见摸摸着的道一样 道是所有事物的规律 所以说你谋划一定要像道一样周全 同时道又是无穷无形的 所以说你要谋划也要像道一样 密不透风 那么这个就是鬼骨子掰和篇大概的意思 其实这一篇的内容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没有看过 你可能也知道其中的道理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 这些规律道理 你平时真的有在这么用吗 如果说你和你身边的人 有一些关系处理的不融洽的地方 你有真的静下心来 像鬼骨子一样用心的研究过你的爱人 你的家人同事客户 他们到底在意什么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他们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吗 然后你又根据他们的这些情况 制定过你详细的改变的计划吗 恐怕很多人跟我一样 虽然说有些地方自己明明不满意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过多的去干预它 只是来得过且过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 等到某一天 这个得过结果很有可能会突然爆发 让自己措手不及 这个就是鬼骨子第四章底细所提到的 奸者成大戏也 戏时有正 可抵而塞 可抵而去 可抵而息 可抵而立 可抵而得 此位底细之力也 那么意思就是说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强项出现了裂缝一样 刚开始出现裂缝的时候 也是可以去把它修复的 甚至可以把它修复的更好 而如果说你不去管它 那么小的裂痕肯定会逐渐扩大 最终变得不可收拾 让自己措手不及 那么关于怎么去修复裂痕 那么鬼骨子第四章会比较详细的讲 但是今天由于时间比较有限 就暂时先说到这里 那么剩余的章节 以后会慢慢的讲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用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白河之道以阴阳视之 无所不出 无所不入 无所不可 希望你也用白河之道 睡人睡家睡天下 OK 那如果说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希望给大家点个赞 还有关注大师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其实我们下期节目rud 这是我们下期节目的 不是无所不可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的 我们下期节目的 一会 muchís 下次节目的 因为我们下期节目的 叙事 coop 3 他 真的 你 各位 普总